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韩国非常夯的麻药鸡蛋 不只是麻药鸡蛋 今天是再进化版 麻药鸡蛋加麻药冷泡卤味 真的超级简单而且超好吃 然后剩下来的酱汁 拿来卤猪肉 还是拿来卤鸡腿鸡翅鸡脚 红烧豆腐 拌饭拌面都超好吃 大推这么热的夏天 一定要来做一下这么简单 但是又很开胃下饭的料理 其实这道食谱的麻 不是指麻辣哦 因为韩国人用麻药 来形容难忘的滋味 所以这道食谱的麻药 指的是风味会让人上瘾啦 这个食谱主要是咸咸甜甜又带着一点点的微辣 加上各种的辛香料搭配在一起 都是好吃可以形容 还不是只有好吃哦 是超好吃的 赶快来看看这个超好吃的食谱要怎么制作 先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 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 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 有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咯 首先先把食材前处理 该清洗该去皮的就去掉 蒜我们切成蒜末 洋葱切成小块状 用白洋葱紫洋葱都可以 用紫色就是配色比较漂亮一点 辣椒切圈 怕辣的选不辣的品种 甚至可以把紫给去掉 只要取辣椒的香气就可以 洗净的青葱切成葱花 那天听到有人说台湾人不会卷舌 卷舌谁不会呀 我整集都来卷舌给你添一添 因为要一起冷泡其他的卤味 所以我准备其他的食材 像是莲藕切片 清洗干净的秋葵去蒂头 喜欢的任何菇菌类 那我用鲜香菇 你也可以用美白菇 红洗菇 杏鲍菇 这些食材等等都可以汆烫 或者是蒸熟也可以 把熟成的食材再一起冷泡 光踢就觉得粉简单 玉米笋 花椰菜也都可以 基本上超多食材都可以加 然后我们煮滚一锅水 水中加点盐跟油 水大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入所有需要熟成的食材 一起汆烫 刚才说了要把食材蒸一下也是可以 然后汆烫的时间也不用过长哦 大概汆烫个两分钟左右 所有食材再次滚沸一下下就可以捞起 这个步骤其实就是要把所有想要冷泡的食材 通通都给弄熟哦 甚至想用微波的方式也没有说不可以哦 因为需要冷泡 所以我们要把食材全部冲凉放凉 处理好的食材 我们就先放一旁备用 豆包豆皮或是豆干百叶豆腐 我觉得可以喷点油 用气炸锅气炸一下 因为气炸之后呢 可能就有点模拟油炸的方式 会让食材外表造成一些痕迹 泡入酱汁的时候可以更容易入味 一般店家甚至可能会把食材油炸一下 但油炸比较耗油 所以我们直接用气炸的方式 大概就是180度气炸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 大概就是气炸一下 表面有一点点炸过的痕迹 这样就可以 嫌麻烦的也可以直接一并做汆烫也没问题 原则上就是食材弄熟就可以 鸡蛋的部分要弄成糖心蛋 或是白水煮蛋都可以 很多不同方法用蒸的 用水煮的方式做糖心蛋的教程 我之前都分享过影片哦 也分享过用电锅做白水煮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下之前频道的分享 为了让蛋比较好播 我今天的这个糖心状态大概是7分熟哦 不敢吃糖心的也可以弄成全熟的蛋 接着我们把酱料给组合 把所有的辛香料放入容器当中 接着加入所有的酱汁材料 这个原本的食谱糖量会比较高 我已经稍微调整过了 建议大家可以边调边长 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不喜欢那么甜 你就可以加少一点 喜欢甜味重的你就可以加多一点 把所有的酱汁材料搅拌均匀 那这时候可以先尝尝看 如果OK了可以放入所有的食材 除了鸡蛋也可以放入安全蛋 这个酱汁的量呢 可能没有办法盖过所有的食材 但是没有关系 中途就记得摇晃一下盒子就可以 接着放入其他所有需要冷泡的食材 我觉得像是木耳啦 还有海带啦都很适合哦 甚至一些花椰菜啦 笋子、莲藕、玉米笋 效果都非常好哦 带点甜度水分的蔬菜 特别适合冷泡 为了加速浸泡的时间 我习惯用真空保鲜盒 凉拌的食材大概抽真空一个小时 就可以非常快速入味 中途记得摇晃一下 甚至可以放冰箱冷藏 没有抽真空的盒子没关系 就直接放入普通的保鲜盒 放入冰箱冷藏隔夜一样可以 没有真空设备最少要浸泡5-6个小时 浸泡时间到后呢 就可以捞出准备开吃啦 想吃多少就捞多少 这个汁还可以再冷泡一次也没问题 我直接把这个剩下来的酱汁拿来 滷鸡腿、红烧五花肉 还有红烧豆腐 效果都超级好 所以不要说这个汁怎么用 这个汁真的超级万用 就算单纯拿来拌饭拌面都超好吃 麻药鸡蛋 麻药冷泡乳味 等你交作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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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